在中午炎热的天气下 一台卖饭团的餐车 营业在台中市区的巷弄里 菜单上琳琅满目 有各种口味的品项和饮料 老板娘在门口拉上 为维持餐点品质 国小以上物行阿姨的红布条 看起来相当有趣 被刺激到了 因为我已经创业十年了 然后很多客人是从他们小时候 然后吃吃吃吃到 这十年之后上了大学 然后国小叫我阿姨 到现在大学了还在叫我阿姨 我觉得不行耶 教育要从小做起 老板娘除了注重饭团品质 也很在意客人叫法 方林34的她 只好挂上红布条告诫民众 没想到在网路上爆红 网友开起玩笑 喊出各种称谓 引起民众讨论 叫她阿姨 我都叫她姐姐 对 我都叫她姐姐 不要叫姐姐 不要叫阿姨 对不对 从小做起 没错 说得好 不能再叫阿姨了 这样子 这样不及格 对不对 我妈妈也在乎这件事情的 对说得好 与民众的到处讨论 看得出老板娘非常坚持 叫阿姨不可以 只能叫姐姐 否则老板娘会生气 她还偷偷爆料 客人的叫法和餐点分量有关系 通常叫老板娘多 可是有人会叫我小姐姐 然后我就会包很大颗给她 看到闲眼的红布条 在店门口摇晃 客人也很适项 知道想吃到大颗饭团 就不准叫阿姨 三里新闻事宜会 陈明豪台中采访 牛杂姜丝一勺高汤打开味蕾 台北白饭之乱引发热议 南部网友骄傲地说 白饭吃到饱不够看 台南的牛肉汤 白饭淋满肉燥 也照样让客人狂客 油亮亮肥瘦相间 这样的肉燥饭 掏客最爱 你没看错台南这家牛肉汤 十二年来肉燥饭都不用钱 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子 因为客人都习惯了 都熟客 你突然间把它改变 他们会没办法接受 吃福气 吃福气 米头都吃几碗 三四碗 超狂牛肉汤不怕你吃 就怕你不上门 台南不只这家 麻豆这间牛肉汤 只要点满120块钱 不只肉燥饭吃到饱 卤蛋也能无限续佳 高雄也有海产店 让客人吃满满的肉燥饭 一口肉燥饭一口海产 成为客人愿意光顾的小确幸 最后海鲜火锅业者分享 如何管控饭量的小配方 这个二十元标价是完全可以 照自己老板的心意 今天你感觉人家 又让人家 你就可以说 我招待服务给他 你如果感觉说 哇 这个人家 你真的动不掉 你受不了 你当然就是可以给他收费 菜单上白饭二十元 结账时跟客人说不收钱 通常双方 都会很好 遇到不喜欢的客人 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算钱 不少网友看了 笑翻大战老板聪明 做生意 行销策略白白种 餐厅定好规则 也许就能避免白饭之乱 三连新闻王少宇 黄大卫 汇汇山 台南高雄报道